对于很多商家如何蹭当下热点 刷存在感是商家们都在考虑的问题 蹭了热点引起关注度 自然而然宣传效果就达到了 社会认知度更高了 那么销量就会有所提升 比如仲泰的把兄弟儿 同样擅长模仿的陆锋 最近也开始蹭热点了 蹭起了王者荣耀的热点 将最新推出的新车版本分别以青铜 白银 黄金 钻石来命名 看来陆锋的Landwind不仅要模仿路虎 就连王者都不放过 新推出的这款陆锋逍遥 在外观设计方面 之前的X7被消费者诟病模仿路虎太多 市场对此相当大的意见 逍遥一改过去的模仿风 并且尽量地避开模仿的痕迹 但仍然还是能看到一些奔驰GLA的影子 陆锋的底盘委托英国米拉团队亲自研制 这样的自主品牌的底盘和悬挂配备 在国产十万级车上确实显得有些多余 它的动力系统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 用的是现成的江陵开发出来的动力总成 变速箱则是南京邦奇的CVT变速箱 尽可能多地采用国内目前自主品牌的一些设备 在安全设置方面加入了车联网 这将有助于国产车安全性能的提升 这次尽管陆锋推出的逍遥车型 在某些方面还有不足 但是也总算迈出了去模仿化的重要一步 只要路风踏踏实实的将车给造好了 肯定能逐渐赢得市场的青睐